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机师阿凯,我是机师阿凯 上一期的影片我们聊到关于飞机师如何复飞,go around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Mist Approach Procedure,复飞程序 那如果你还没有看我上一期的影片的话 我已经把那个0放在这个影片下方的description box 你可以点进去来看 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话,请赶快往下面按订阅 谢谢你们的支持 好,事不宜迟,赶快进入正题 到底什么是Mist Approach Procedure 在上一期的影片我们有聊到说 每一次飞行都必须为复飞做好打算 因为每一次的着陆都有复飞的可能性 那如果我们的飞行计划只是给我们从起飞飞到目的地而已 万一我们需要复飞的时候,我们要去哪里呢? 尤其是在繁忙的机场 每一分钟都有飞机在不同的跑道起飞或者是降落 空中管制员也会安排飞机与飞机之间的距离非常的靠近 那如果你一辆飞机 原本应该着陆的,现在突然之间你又复飞了 有可能就因为这个复飞就感染到整个空域的交通 如果处理不妥当,可能还会撞上其他的飞机 而且有一些机场的地点也非常的特别 比方说Banda Arche,Indonesia 在这一个机场他只能用一个方向降落而已 因为这个跑道的前方,左边和右边都是高山 单单在他跑道的前方,最低的安全飞行高度是7400尺 所以如果看他的chart,你一幅飞马上就是往右转 不能往直直飞去的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这个机场跑道所在的位置,周围也到处都是高地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机场的miss approach procedure 显得比较复杂 而且他这边也会规定climbing gradient 4% 那基本上这个climbing gradient就是告诉你 讲说你飞在这一个速度 你至少每分钟爬升多少高度 这是为了确保当你飞到那一个地点的时候 你的高度将会高过那个地形而不会撞下去 那如果你飞机的性能不达标 你就没有办法做这个approach 除了地形可以局限复飞程序的 也可能是因为地区 什么样的地区 在一片天空里面我们会划下很多的界限 而一些区域是属于特别的空域 一般上会有三个category danger airspace,prohibited endspace,restricted airspace 这些领空是拿来做什么呢 它有可能是军事基地,皇宫堡垒,炼油场 或者是用于一些特别活动的空域 比方说军火演习等等 又或者是市区啊,住宅区啊 包括你在复飞的时候 我们飞机是必须与这一些区域保持一定的距离 尤其是高度差距 否则的话你是违法的 那也有可能一些机场是结合了以上刚才我说述说的几个条件 比如说香港国际机场 它既是属于一个地形比较复杂的地区 同时交通也很繁忙 而且附近也有很多的住宅区 所以它的复飞程序也是相较复杂的 当然在计划这一些复飞程序的时候 我们也必须考虑不同飞机的性能是否能达到我们想要的条件 比方说一辆小型飞机 它飞行的速度慢 它需要转圈的直径也比较小 但是喷射机在爬升方面又占得比较优势 而且我们也必须确保在紧急的情况 比如说一个引擎失效的情况之下 还是可以达到所设定的标准 这是为了确保我们飞机在最糟糕的情况之下 也可以顺利完成整个复飞程序 那就能给到我们信心 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复飞绝对是安全的 这一些复飞程序都会计划得非常非常的详细 要飞多远 往什么方向飞 什么速度 什么高度 到最后飞去哪里 你的holding pattern是什么 这一切都已经很精准的被计算过 所以基本上只要你可以达到你付飞程序里面所有的限制 刚才我们所讨论的地形啊交通啊特别区域啊都不是问题 通通都已经被纳入考量 那可能你也会注意到同一条跑道同一个approach 可能会有几个不一样的付飞程序 比如说简单的一个ils instrument lending system 我们会有ils rnef ils gps ils dme ils vor ils ndb等等 一般这些不同的approach 会以各自的英文字母来做代号 ils xray yengi zulu 这样子这一些同样都是使用同一个ils 可是他付飞的时候所需要用到的器材不一样 如果你的飞机没有gps 你就不能用ils gps 可能你需要用ils vor 那在你付飞的时候你就用vor dme来导航 而不能用gps来导航 空中管制员也会配合当时候交通流动的方向 只是你必须使用哪一个approach 那当然我们知道天有不测之风云 尽管我们已经计划给最糟糕的情况 但是如果比最糟糕更糟糕的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们飞机是可以寻求空中管制员的协助 我们可以request radar vector 空中管制员会配合你现在所在的位置 与你的情况 给你一个很明确的指示 例如像右拐腰动腰爬升到4300米 他们也可以帮你掉走你周围的飞机 甚至清空整个空域 让你有足够的安全空间活动 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 在航空领域里边我们有一个词汇叫 Airmanship 它大概的意思就是 每一名飞行员做好自己的本分 让大家可以准时并且安全的抵达我们的目的地 如果你一辆飞机因为很小的事情 复飞 然后要求空中管制员清空 整个空域给你导致其他飞机通通都延误 那这样子你就显得非常的不专业 但如果确实有紧急情况的话 其他飞机师我们也会理解 并且尽量的配合你 最后我们还是会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好啦 这一期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希望你可以帮我点一个赞 也希望你可以帮我分享到其他社交平台上 让更多人可以看得见 记得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因为这对我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追踪我的Instagram 那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我是基斯阿凯 祝你旅途愉快